都忘了同学们大家好 接下来我们进入资本成本的最后一部分内容 先讲混合筹资资本成本 然后呢讲加权平民资本成本 先来看这部分混合的 混合的工具其实有好几个呢 就是在这里所说的 例如优先股永续债 付任务权证债券可转化债券等等 在我们的教材当中 优先股和永续债都是比较简单的 他把实践当中的复杂的变化全部剃掉 那么付任务权证债券和可转化债券呢 还稍微复杂一些 所以留到后面第十章的时候 再去算他的资本成本怎么计算 这里呢我们只是讲前面的 简单的优先股永续债 那么既有债务性质又有权性质 这个再复习一下工具 这种叫做混合工具 我们来看它的清长顺序 我们都知道混合工具 它又有债又有股 所以它比股的风险要小一些 所以它的优先级肯定是在股前面的 在普通股前面 那么优先股和永续债 到底哪个在前面呢 你就直接根据名字来 债在股的前面 优先股债普通股的前面就这样记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来看永续债货优先股 应该按照金融工具准备的前行分类 分类为债的话 如果你会计上判断下来 它是债的话 那么利息就可以税前列治 税后资本成本就要乘上一减税率 公平合理对吧 所以到底它是个债还是股呢 会计说了算 财管我们不做盘 如果分类为股呢 那么你就不得税前列治了 就是税后的贡献 是吧 这个比较好理解 那么当市场有效的时候 价格和价值是相等的 资本成本也就是必要报酬率 跟我们的期望报酬率是相等的 我们就是用这个原理 这个逻辑去来算 优先股永续债的资本成本的 怎么算呢 其实我们算的就是它的期望报酬率 这期望报酬率怎么算呢 在第六章的时候其实说过 对吧 所以这个其实没有新鲜的内容 都是一样的 优先股 它是一个永续年金 永续债也是一个永续 也是一个永续年金 你把这个符号都介绍一遍 那么发行价格都是什么呢 只不过这里就是有一个什么 乘上一减费率 就是你本来发行 如果没有费率的话 这么多钱你全拿走了 但是你知道的 这些投行都要按那个费率来了 对吧 要收1% 有的时候收的比较多 要收到百分之好几了 是吧 好 扣除费率之后 是你公司实实在在收到了钱 那么你现在融了一笔钱 未来你要什么呢 要不停的给 给出去永续债的利息 或者优先股的股息 所以构成一个永续年金 所以除上这个叫折线率的话 就是价值或者是价格 好 这样一个等式成立 那么资本成本能倒一下就行了 颠倒一下分母 跟左边的这个关系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地方 有没有新的内容啊 没有 都是原来第六章的内容 其实你说把它都是什么 永续年金的这个内容 好 在这个从来不曾考过自己的地方 而你来那道单选集 看看你会不会 假公司你发行优先股筹资 发行费用率和年股息率 分别为2和8 半年支付一次股 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8%的股息率 它是报价利率 GC7的这个利率是多少 就是4%了对吧 所以是每半年给4%出去 企业所得税税率是25% 根据税法规定 该优先股股利 不能抵税 说明它就是一个税后 那么它这个资本成本是多少 所以你看它这道题又是一个半年的 你先算清楚半年的 再把它划为全年的 这个就是我们这道题的这个考法 怎么算呢 你想想看 你每半年拿到一个股息 4% 那么你的这个本金 或者是你反过头来说 你每半年付出去一个4% 那么你筹到的钱是多少呢 因为它是考虑发行费率的嘛 对吧 你筹到一块钱 你半年要付一个4% 但是呢 你还什么 你还扣掉了2%的一个费率 所以这个样子 是除出来之后 是它那个半年期的那个资本成本 所以你知道这个样子一除 比那个4要大那么一点点 对吧 然后这个样子是半年期的 你一加上这个半年期的平方再减1 这个样子是把它等效成年度的了 对吧 所以就是这个样子 试子就列出来 那么到底是多少 你可以用智商器算一算 我们这里教大家一个方法 你不要用智商器 你也能判断出来 为什么 如果这个地方没有费率 这个数字是多少 是8.16 这个年了很熟吧 半年是4% 一年就是8.16对吧 你现在这个地方来这么一下 就是这一串数字 要比4%要大一点点的 所以你最后年化之后 比8.16还要大一点点 这里比8.16大一点点的只有低了 所以你没按智商器 也把这个题给它算出来了 这个就是我们这里的半年的资本成本 是我刚才那个公司做的 4.08 那么再把它划成全年 8.33 选递 就做出来了 那么这个题考的 也算是有一点点灵活 首先跟第三章 报价和G77之间的关系 有个转换 他考虑了 然后他来了一句 哎呀 那个不可以抵税 骗骗你看看你有 这个让你再来犹豫一下 但本质上考的是什么 是永续年金的 这种求价值 然后把它导一下 就是求什么 求 期望报酬率 然后把这期望报酬率当作是他的什么 资本成本 考的是这个 好 那么到这里 混合工具就说完了 然后我们进入最后的了 家庭平均资本成本的计算 这个就是我们这一章一开始所说的 你的钱从哪里来 从不同地方来的钱 你的资本成本是不一样的 那么你们综合来看 你的所有的钱的资本成本是多少 就是这个 家庭平均资本成本 来源不同的钱 具有不同的资本成本 将公司各项长期资本的成本 家庭平均就得到家庭平均资本成本了 那么怎么算呢 简单啊 对吧 把每一项的资本成本 用它的这个权重把它加权起来 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权重 是什么呢 它有好几种权重 第一种权重 账面价值权重 第二种 实际市场价值权重 第三种 目标资本结构权重 所以教程上介绍了 三个权重 我们来看 分别来看 第一个账面价值权重 比如说资产负债表上 负债一百万 权益三百万 那么负债的权重呢 就是 一百除上 一百加三百 所以就是25% 权益的权重就是75% 它的优点是很方便的就是 但是缺点也相当的明显 账面价值是历史价值 和实际的市场价值相距甚远 好 再来看第二个 实际市场价值的权重 当前这个 比如说它这个长期债务是什么 是债券 那么市场上值多少钱 很清楚对吧 股票值多少钱也很清楚 那么这个时候 假设负债市场上值一百一 股票值四百四 所以债务的权重就是 一百一除上 一百一加四百四 等于百分之二十 权益的权重是八成 它有什么优点 叫做媒体 缺点就是什么 你想啊 因为它是找了市场价值 所以市场在不断的交易 它的价格就在不停的动啊 所以市场价值不断变化 导致你的权重 跟资本成本也在不断变化 坏了 我用资本成本做长期的这个价值 判断的 然后你告诉我 资本成本多少 7.5 然后过了后 不对要变了 7.6了 然后又7.3了 到底用多少 烦都烦死的是吧 这个就是市场价值 权重 它的问题之所在 那么最后怎么办呢 我们就要用目标 资本结构的这个权重 假设我定了一个目标 负债比权益是一比三 那么负债的权重呢 就是一份除上 一份加三份 就是四分之一 百分之二 权益的权重呢 就是百分之七 这个时候 你看这个是最后推出来的一个 加权的方法 那么它就没有缺点了 优点是什么 可以选用市场上的均价 一选均价就什么 计算结果老在变 这个毛病就没了 所以你选用了均价 就不会变化 而且呢 还往自己脸上贴个筋 我用的是目标的结构 是未来的结构 所以适用于评价未来的情况 所以这里的三个结构 分别代表的是过去 现在和将来 账面价值 权重是过去的资本结构 实际市场价值权重 是现在的资本 是现在的资本结构 目标资本结构呢 反映的是未来的资本结构 但是请你注意 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的 加权方法 有上面价值权重 实际市场价值权重 未来资本结构权重 对吗 不对 这个的加权方法叫 目标资本结构权重 不叫未来资本结构权重 所以它如果出现在选择子 你别被它搞了 为什么叫目标资本结构权重呢 是因为说 我自己集团内部定下来了 我就朝着这个目标走 就朝着这个方向走 所以我未来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你在加权的时候 才能用这个去加权 这是我未来的一个既定的目标 这就是我的一个终点 所以你要把这个目标给它点出来 好 然后来看一道题目 你是不是真的会算 这个是我自己编的 你看它的资产负债表 有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 权益对吧 五项 那么每一个的资本成本都告诉你 那么你在算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的时候 是不是每一项都要用 不是 我们理论上是短长的都要用 但是在通常的做法里面 只算长的 只算长期债务 长期资本的 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做这个资本 你投的那个项目是长期的 你筹资你要是筹长期的钱 对吧 长期的那些 它是从这个角度上来看 所以我要用什么 我要用的是 只算是什么 长期的资本的 它的那个成本 所以短期资本成本通常是不算的 所以这个应付票据这里不算的 短期借款要不要算 通常是不算的 但是有一种情况要算 它是借不到长期借款 被迫借短期借款 然后不停的续期 在这种情况下 它其实就是一个长期借款 但是呢 这个地方 我跟你说清楚 不要跟我来叫这个针了 我已经把这个漏洞已经封死了 零实行的 不是不停的续期的 所以这个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前两行不要考虑 只考虑后三行 然后就把这个八 八和十二加钱平均了 是不是呢 八乘上三分之一 第二个八乘上三分之一 第三个十二乘上三分之一 错了 债务的这个利率 这个倒计收益率 是税前的 你别忘了把税前倒税后 这个是小坑 把它这个地方 如果按照账面价值权 进行加权 所得税率二十分之二 这价钱平均资本成本是多少 好 前面我跟你分析清楚了 具体计算就简单了 对吧 来源于不同的资本 具有不同的资本成本 将各项长期的资本 进行加权 应付票就短期不考虑 只考虑后面三个 而且我这里还特地说了 短期计划是零时性的 长期资本总共是六千万人 所以权重呢 这里是什么 债务是三分之二 权也是三分之一 但是债务这个百分之八 要乘上一个一减百分之二十五的 最后算出来是八 也是凑了一个 比较整的一个数字 所以用这道小题目 就考虑你各种情况 资本成本哪个要算 哪个不要算 要不要乘税率 一减税率 都在这道题里面了 好 我们再来看这个多项期 下列关于计算 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的说法当中 正确的有什么 第一个 计算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的时候 理想的做法是 按照 以市场价值计量的 目标资本结构的 比例 计量每一种资本要素的权料 很对 目标结构 然后目标结构呢 还是你试下来计算 这个是对的 A选项 来看B选项 计算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的时候 每一种资本要素的相关成本是 未来增量的 机会成本 不是 过去的 历史成本 对 这个是我们一开始 本章一开始讲的一些概念 第三个 计算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的时候 需要考虑发行费用的债务 英语 不需要考虑发行费用的债务 分开 分别计算 也是对的 确实是啊 要不然我们前面 讲那个叫 股权资本资本成本的时候 干嘛要费那个 净奖 考虑发行费用 跟不考虑发行费用 再看第四个选项 计算 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的时候 如果筹资企业处于困境 需要将债务的承诺收益 而不是期望收益 作为债务成本 错了 这个时候应该用的是期望收益 因为承诺收益 人家承诺你了 好处那么多 不一定拿得到 它有一定的可能人要破产了 你拿不到那么多了 明确告诉你现在是困境了 所以你应该用期望 递选项是有问题的 谁知道递选择A B和C 课后 同学们可以把这个解析 再看一下 好我们接下来来看 这个2017年的这个计算分析题 这个题啊 它就是在考你的这个资本能本了 然后呢 它考了几个顶 我们分别来看一下 假公司是一家上市公司 主营什么这些不重要 其实 然后业绩评价 需要评价资本成本 第一个 目前长期资本中 看到没有 它直接就告诉你了 短期资本 我们说了 其实算将军民资本成本的时候 不考虑 所以我们盯着长期资本来看 有债券 股票 没有其他的了 所以到时候加权的时候就在俩 长期债券发行于16年7月1号 七线五年 票面利率 对吧 然后 付息的方式都告诉你了 目前每份市价900多 普通股 每股的市价是外质 所以它这个地方 其实告诉你了什么 债券一万份 乘上市价 那么就是债券的市场价值就出来了 股票600万股 乘上市价 所以股票的市场价值就出来了 所以其实权重就已经出来了 权重有了 那么底下你想 肯定就是什么 就是每一个的这个资本成本就出了 就算成就搞定了 那么它给你这一串债券的信息 债务资本成本也就可以算了 只不过你算的是税前的 放到价钱平均资本成本里面 你还要换成税后的 你别忘了 好 第二个条件 一看就是CEPM来算这个股权资本成本 然后第三个条件 税率也告诉你 然后看它的要求 求债券的税前成本 普通股的成本 然后呢 以实际市场价值为群种 求价钱的什么 这你看就是债的股格价钱的都有了 然后只要你再简答一些 因为哪几种权重啊 优缺点是什么 这是一个比较标准的题目 没有什么特别的小变化 考得重归重矩 然后把这个地方 这个章节主要的点都考掉了 那么债务的这个资本成本怎么算 就是内插法 票面拔但是复息两次 所以你每次每半年其实拿到的是4% 然后你把利息的限制和本金的限制 把它架起来要等于900多 那么你一上来怎么去试去 我们说第一个试的都是平价的东西 所以你拿4%去试一下 1000 这不需要你去计算去 那么你最后要出900多 那所以你要提高你的几千率 提高到5% 你往别人带正好就这个数 所以是给你凑好的 债务资本成本 这个半年是5% 然后呢半年5% 全年呢就是10.2% 这个换算一下 好然后普通股的那个CPM 往我们别人带13% 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债务的千万计的要导成税后的 为什么要导成税后 因为我们说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对公司的先进流量算价值的 你把一个税前的先进流量 能算价值 算不出来了 要税后的先进流量才是价值 因为你把 要不然你这个税不考虑 你这个价值不是含了一块国家的价值 对吧 结果我们到第八章的时候 还会再说呢 所以这个地方你就记住 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其实它是税后的一个口径 所以你在算的时候 你要统一成税后的口径 股权那个地方 已经是税后的口径 其实你去翻CPM那个地方的这个理论 书上的理论细节 它说的这个模型 它是不考虑税的 所以你也就不要再纠结 它这个是股权资本成本 这里是税前还是税后 一样的是 好 这个是税前倒税后 然后成长它的一个权重 权重 债务上面就是债务的价值 下面呢 是全部长期资本的市场价值 然后加上股的 这个资本成本 成长相应的权重 算出来12.28 这道题其实计算 特别简单 不是很难 只要不出新就没问题 那么关键是底下的简答部分 你要尽量多的拿到分数 有同学问 这个近年 近一年两年 一年两年 好像考简答的这个题目 越来越多了 分值越来越多了 而且呢 不是像这个 17年的这道题 考的是什么 典型的三种优缺点 那是比较容易考 简答的部分 现在考简答的部分呢 更加的 好像不知所踪的那种样子 比较随意的挑出来 一个就是一个 这就要求 我们在学习 每一个概念知识点的时候 学完之后 不但要会算 而且你还要用 自己的语言组织一下 看看你能不能 把这个知识点说清楚 能说清楚就OK了 好 我们看这个地方 三个权重 账面价值 实际市场价值 目标资本结构 权重 账面价值 是根据企业资产负债表上 显示的会计价值 来衡量比例的 然后资产负债表呢 提供了负债和权益的进盒 计算很方便 但是账面价值 反映的是历史的结构 不一定符合未来的状况 会歪曲成本 所以跟市场价值有极大的差异 其实你就可以把这个相关的意思 表达出来就可以了 实际市场价值权重呢 是根据市价来算的 但是市价不停的动 所以你的比例也经常动 然后你的成本也经常变化 然后最后是目标的 这个是根据市场价值计量的目标结构 来定这个比例 然后这个目标结构呢 是未来如何筹资的是什么 一个最佳估计 所以你向着这个目标去走 你用这个目标结构 更加合适 然后可以选用 可以选用平均价格 所以就没有那个什么价格 不停变化的这个麻烦了 可以适用公司评价 未来的资本结构 上面价值权重 和实际市场价值权重 反映的是过去的和现在的 就是这些一个关键点 你尽量去搭 反正多写的不扣分 踩到一个踩分点 老师就会给你分数 好 这道题就给他讲完了 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个题 假公司是一家 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 采用经济增加值 作为业绩评价的这个指标 目前呢控股股东 正在对假公司 这个21年度的这个 建议业绩进行评价 相关资料如下 好 先给了你资产负债表 20年末和21年末 资产负债表给出来了 然后我们看他要干嘛 长期借口还有三年到期 利率8 优先股12万股 面额 票面利率 然后普通股 败大系数 无风险利率 市场组合比较保守的 工资数的税率 所以这个一看 都是算什么 资本成本的那些 基础的这些个要素 所以他就是叫你 以账面价值的平均值为权重 算家庭平均资本成本 然后假设市场价值 等于账面价值 那么第一个问题 要不要考虑那些流动负债 不考虑 我们说家庭平均资本成本 只考虑什么 只考虑你的长期资本 他们的每一个的什么 每一个的那个资本是多少 所以你就要搞清楚 而借款的资本成本是多少 优先股的资本成本是多少 这个两个是一提的 普通股的资本成本是多少 三块 然后你去按这个权重 账面的这个权重去算去 好 我们就分别来做 长期借款 它现在告诉你年率8 但是你要把债务的 从税前挡到税后 所以它税后是6 优先股 这个地方直接告诉你了 是10% 为什么是10%呢 因为它的账面价值 跟它的什么 跟它的市场价值是一样的 所以呢 它的这个叫做折现率 跟它的这个票面 也是一样的 优先股是10 优先股是什么 它没说 就是一个税后的 那么普通股的资本成本 你把CPM的数字往里边一带 15 好 每个资本的 它的资本成本出来了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权重 先把总的那个平均的余额算出来 那这个是一个期出一个期末 好 正好是1万 所以你看它这个数字是给你凑过的 看到没有 然后债是多少 长期债 长期借款25 这个优先股是12 这个两个倒几一下就是什么 63 加均平均资本成本 你把它带进去 注意这个6已经导成税后的了 这个优先股的直接就是税后的 然后算下来是什么 是1206 这个题就给它做完了 所以它这里边其实还是有一些小细节 就是说我们讲教材的时候 通用的这个知识点里面没有说过 比如它牵涉到年初的金额和年末的金额怎么弄 这个题目直接它这里明确了 平均值 账面价值的平均值为权重 所以就清楚了吧 没有疑问了吧 所以这个权重就明确了 然后这里的一个优先股 它也没有说这个是能不能税前劣质 那么怎么办呢 你就默认它是什么 就是它是一个税后的就可以了 因为就是这个优先股到底是债还是股呢 这个这段话是21年的教材 加上去的 这个这个在这个之前考了一些题 他们不会就这些小细节进行明确的 所以你就默认它 它是一个税后的就可以了 好 这道题讲到这里 最后一个题 我们来看假公司是一家投资公司 好 业务很大这些东西 现在正在评价一个项目 好 资料如下 第一项 这个资本结构出来了 2比上3 负债比权益 所以它债务的权重是多少 是五分之二 权益的权重是五分之三 这个你别搞错了 你别以为一个是三分之二 一个三分之一 那就坏事了 然后如果决定投资该项的 假公司14年10月 发行一个五年期的一个债券 它没有以上是的 所以它要用什么 它也不想找跟它自己接近的 找了也没找到 风险调整法 风险调整法 来定它的债务资本成本 有了债务资本成本 权益的资本成本怎么定呢 对其税后 债务资本成本的溢价是五 你用风险调整法 算出来的是税前的 千万别忘了 好 这个是告诉你的一个结构 告诉你 然后那个股的部分怎么算 然后你看级别定出来了 然后国内BB级的也出来了 与其到期接近的政府债券 到期收益率也出来了 它都没有迷惑你 没有在用什么 就是发行预期接近的 什么漂面率 这些都没有迷惑你了 所以直接就是什么 你看这两个预期接近 所以两者一减 就是那个利差的部分 6.5减3.4减出来3.1 然后7.6减3.6减出来是4 然后这个8.3减去这个4.3减出来是4 那么这三个一平均 平均下来是多少 平均下来是3.7 所以这个上幅的这块 利差的部分是3.7 那么还要看这个基准的部分 它是什么时候开始发 14年的10月份 14年的10月份 所以这个L 它是最接近于五年期的 对吧 19年的这个10月份 所以你要选跟它期限 同的这个政府的 长期的债券的到期收益率 这个作为基准 所以4.3加上3.7 正好是一个什么 8 所以这个风险调整法算出来的 这个税前的这个地方是一个8 所以你看它数字好像是帮你凑起来的 是吧 注意税前的是8 那么税后呢 如果那个税率是25% 税后就是6% 这个地方你算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的时候 你要小心 然后税率确实是25% 根据所给资料 估计无风险利率 有了 对吧 然后计算 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其中债务资本成本 贡献调整法计算是8个点 权益资本成本呢 就是债券收益率 刚才债券收益率出来了 是8 然后税后是6 在6的基础上 在税后的这个基础上 上浮 上浮多少 上浮5个点 所以是在6的基础上 上浮5个点到11% 然后你去加权去 就出来了这题 好 我们来看 五年期的 同期限的 为什么要同期限 因为利率 它的构成里边 有几个溢价 有一个是期限溢价 你如果期限不同 有期限溢价在里面 不行 所以我们要同期限 4.3 然后这个补偿率是3.7 所以第一个是8 第二个这里 股权的部分是11 注意这里要有一个什么 1,25%在里面 是 最后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做出来 是什么 是债务的部分 这个地方 要变税后 然后权种 最后算下来是9% 这题就做完了 这题的小坑在哪里 就是你股权资本成本 算这个11%的时候 你要上浮 上浮不是在税前 它债券的这个资本成本的 基础上上浮 它是在税后的基础上上浮 所以这里是什么 坑1 这个是 坑2 就是在这里 就是这个 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的时候 债务这个部分 你要导致税后的 在贷券局加权 为什么 因为资本成本 要配的是现金流 算的是价值 所以你要配税后现金流 等到第八章的时候 会再说 然后因为你要配税后现金流 所以你要用税后的 这个叫什么 这些 否则不匹配啊 所以你看我们财管不停地在用 什么 配比 匹配 口径一致的这个理念 才来跟你说 最后你看它算出来是一个整数 这一题是个什么背景 我告诉你一下 这一题其实是曾经的一道考题 我抽出来的一部分 你看他不是说他在开发这个项目吗 这题怎么完全没有提这个项目 所以我只是抽了这个项目的一部分来说 那么你想他既然是一道大项目里面 叫你算这个资本成本 他这个资本成本 极大概率下 非常非常小的概率 很罕见的概率下 这个资本成本 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他不是整数 他必须要是整数 因为你底下有查表啊 年金限制 复利限制 你怎么办 有些同学他比如说 他不想按资本 只能查表 只能查表你就必须是整数 所以你如果这个地方算出来不是整数 你就要想到自己可能算错了 明白吗 比如说我们来说 你这个坑一和坑二 你如果掉下去了 对吧 那么你如果掉了一个坑下去 你看看你这个地方 是不是就不是整数了 那么你发现自己算出来不是整数的时候 马上就要回过头去检查 因为底下你没法查表 这个就是我们考试的这种经验技巧 或者叫对数字的这种感觉 当然我现在告诉你 希望你从现在开始培养这种感觉 那么上了考场 经过不断的这个练习啊 几个月的不断的练习加强这种感觉 上了考场之后相信你的经验 就会比较丰富 好 这道题 我们就说到这里 本讲本章我们也就全部说完了 第四章说了什么 资本成本 说的是折现率 说了哪些东西啊 总结一下 债的 股的 混合工具的 最后呢是价格平均的 债的 有什么 有四种方法 分先后顺序 事件你自己想了 然后呢 这个算的都是什么 都是税前的 还有一个小变化是说税后的 股呢 三种方法 它是部分先后的 都是估计 那么它也有一个小变化 叫考虑什么 考虑 发行费用 好 然后是混合工具 混合工具 其实就是套到我们前面 第六章说了算价值 把它倒过来 这种算的 拿它的期望报酬率 来当它的这个资本成本 就是这一个 本质是一个永续年金 那么拿我们 这个三个都存在这种情况 都是拿第六章的 这个期望报酬率 的这个计算 期望报酬率的这个计算 来当它是什么资本成本 那么要达到它是必要报酬率 也就是说它是资本成本 必须满足一个前级 这个前级条件就是市场是有效的 这个你自己要知道这回事情 当然这个里面有很多细节了 对吧 这个 RF怎么取啦 RM怎么取啦 评率怎么取啦 这个期间的长短怎么取啦 都是这些细节 这个分析师的这个预测 怎么给的 这些东西 对吧 那么可比公司到底是什么呢 对吧 那个就是风险调整法 是看很多一样吗 还是说只要是 信用的这个评级一样 很多细节都可以靠 小选择题 或者是计算题里面 当一个小细节来考 那么最后是加权平均 加权平均 你就是要把什么 长期资本的东西 给它算进来 然后权重有好几种 有三个权重 然后要注意的是什么 是税后的 其实你算的是 税后的这个资本 大体上的思维导图 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就给大家 讲到差不多这里 结束 然后接下去 我们就要进入 另外的重点章节 第五章了 因为你看 我们算价值会算 资本成本也会了 现金流怎么算 第二章已经打过基础了 结合起来 就要开始进第五章 项目怎么进行评价 怎么算价值 这些东西了 好 我们第五章再见 谢谢大家